今天教大家做一個酸菜餡的蒸餃 700克的麵 15%的那些開水 一次性倒入 加入涼水 這跟發麵是不一樣的 這個水要慢慢加 這個麵就基本和好了 稍微揉一下 然後就可以去準備餡了 這個蒸餃的麵 如果有剩的話 再加點水 可以烙什麼蔥花餅 就可以了 不要浪費 下面我們就和酸菜餡 加入蔥和薑 海米的水 海米 胡椒粉 鹽 糖 在日本待久的東北人也愛吃糖了 味精 料理酒 萬製醬油 對了我忘記了這個肉了 我這個肉是用豬的煎肉 日本叫卡特洛斯 比較瘦 它又有一點肥 有一點點肥肉 所以酸菜比較洗油 就是肥一點比較好 在那第一次水打進去之後呢 再加入第二次 不要急 慢慢地攪 這個肉攪好了 打到什麼樣的一個狀態呢 就跟攪暖油一樣 這叫起刺兒 就什麼意思 它有一個咳嗽性 它能立起來 它不至於啪 這樣的話呢 這個肉就日本就攪好了 這時候就可以加香油 蔥油 沒有蔥油的話 加普通的色辣油就行了 直接是酸菜 拌進去 我給大家介紹一下 在日本的 有一種那個 叫鹽折的白菜 醃的 他們呢 就是直接拿出來 把水攥掉 醃好那水攥掉之後呢 就拌一拌 或者就是 直接就可以吃了 大家看一看 這個 我做的酸菜 就是這樣 它叫白菜折 今年的2月5號 它的稻就是稻寶紙期了 但是呢 它是密封的 你可以把它放到一個月以上 這個菜就酸了 也能達到那個酸菜的效果 這是一個小窍門吧 這樣呢 下好之後 給它按扁了之後呢 就可以 蓋上一層薄薄的酸菜布 因為春天的風挺大的 給它稍微照一下 然後現在就可以包了 原板呢 有沒有樣呢 都可以 蓋上一層薄薄的酸菜布 這樣呢 把餡打平之後呢 最簡單的 就是元寶的 就可以了 掐過來 家家的媽媽都會這麼包 給它捋一下 所以大家要一起努力 這個角色就包好了 然後放到冷凍冰淹冷凍 給那個 日本戰友邀過去 在家裡都是 我能做嘛 還有很多人 不能做的怎麼辦呢 就是 力所能及的 給戰友們解解禪 然後我還有一塊面 那就是我的了 他說你說太多了 你真的是 我來給我 你 けて我 我來給你 我來給你 你 我來給你